嘿嘿 太好了 先生 你再替我求情 你又惹什么祸了 没有 喝酒的是 你看 主公让我当部族 做马夫怎么都成 就连给那个许又柯一百个头我都认 你是不让喝酒 足足三个月啊 非把我憋死不可吗 你真是得寸进士 这个情啊 我不求 别别别 先生 救人救到底 你要是帮这大忙 许出这辈子 都感谢你的答案 许出啊 丞相的心思 你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 什么心思 我告诉你 你是丞相最喜欢的战将 你今天做了一件 丞相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杀许 丞相欺你是假 爱你才是真 真的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你说 你要是看出来 你还是拒出吗 丞相之所以罚你做马夫 之所以罚你进京 都是为了磨练你的性子 丞相想把你培养成为 三军主将 怎么样 还让我替你去求刑呢 不 我 我喂马去 父亲请看 天下九州 大半已收入父亲当中 现在只剩下 刘表 刘章 孙权等辈了 刘表啊 如袖未干 兵少将宝 不足为虑 刘备呢 刘备在哪儿 刘备投奔刘表之后 已在小城新野驻军 此城地不到百里 兵不足三千 因此总没飙赏 刘备不处 终是祸患 父亲 袁绍死后 我们军事大振 现有步军三十万 马军十五万 水军二十万 总计六十五万 其他各路住后 加到一块 也不如我军的一半呢 先让三军修整一年 立兵莫马 储备粮草兵器 之后 我要一鼓作气 一通天下 祝国 曹操掘開漳河 再次大破援兵 袁少妻的吐血暴亡了 袁潭袁尚等公子 在大那臨頭時 仍在爭奪世子之位 被曹操成績猛攻 最後 幾十萬援兵殘部 全部被曹操殲滅了 袁十二公子 他往遼洞避難 又被遼洞太守 公孫康斬殺 二元首級被當作禮物 宋王學長 曹操陸續收取 寄星定憂各州 大半個天下 都落入了曹操的鬼囊中了 曹操生世透天哪 兵主公 劉表傳話來 要主公前往荆州 共度端午佳節 知道了 請問 閣下是劉皇叔嗎 正是在下 我是蔡氏 哦 嫂夫人 在下失禮了 不必多禮 荆州好嗎 好 好 甚好 那你就多戴些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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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話何疑 莫非是要撵我走